我们到底应该参加改革前的PT考试呢 还是改革之后的PT考试 最近呢有很多同学问到我这个问题 尤其是很多机构的老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分享 说我们这个考试呢可能会朝着变难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考试缩短了 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备考的 因为以前我带大家学习 我也没有过多的给大家强调 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基金备成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我们一直做的就是找自己的问题 然后去通过练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一直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备考学习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个考试的改革 那今天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我有个学生呢他是之前参加三个小时的PT考试 那个时候呢他只有四个四十多分 但是他的目标分数呢是要四个五十 然后这个学生呢在今年11月初的时候 做模考呢就做两个小时的模考 他考到了四个五十 大概从四个四十多分到四个五十多分呢 这个学生的备考呢一共是二十天 待会呢我会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学生 他的一个感受 因为这个学生呢他是10月29号的模考 已经到四个五十了 然后当时我就给这个学生讲 我说如果说你想参加三个小时的旧版的考试 那么11月1号到11月16号之间 你就可以去报考了 但是这个学生呢他说老师我想去参加两个小时的考试 所以呢这个学生报了11月18号的考试 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我这个学生关于两个小时或者是三个小时 模考他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是在11月16号之前去考试 那么你参加的是三小时的考试 如果说11月16号之后 你参加就是两小时的考试 你会觉得三小时的做人 做人那个一点还是说就是两小时的做得好一点 两小时的好一点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我这个学生他的学习情况 他呢在澳洲是做厨房工作的 所以这个学生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才能到家坐下来学习 所以他的备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那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学生备考了差不多20天的时间 那每天晚上呢他只有9点以后的时间可以复习 所以呢每天也就两到三个小时这么复习了20来天 那他这点时间的话是完全没有时间去被大量的寄进的 如果说他这20天完全就是加量里背提 那我相信他肯定也考不到4个50 所以呢我这个学生他是时间比较少 没有时间被寄进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背提呢其实他也背不下来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所以这边日常交大PT呢比较强调两点 一个呢就是你要系统的掌握我教的这一套方法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做模考 然后由我来带你分析问题 告诉你是要去提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那你要下来扎实的去落实到 去做到大量的练习去把自己的这个能力给提升上来 所以说我也从来没有给学生讲说你要去背基金 所以我这样一个教学呢是非常非常适合我这个台湾学生的 最后呢这样学下来他做模考也基本上达到了他的一个目标分数 所以回到我们刚开始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应该参加两个小时的考试 还是三个小时的考试 那这就取决于你是基金型选手 还是说我也是像Sofia这样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 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的 那其他方面呢确实提醒比重上有一些调整 但是呢我们的背考侧重 然后考试的难易程度 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变的 就是我自己去做两个小时的模考这样的一个体会 所以呢我非常建议大家有纠结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下两个小时的模考 对不对感受一下和三小时的区别 那我相信你自己就有答案了